心灵蜜豆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刘群茂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 别让比较把快乐偷走 有一篇文章写到 心理学家彭凯平教授 在他的书中提到 为什么现代人觉得 快乐幸福感的频率 竟然会一天比一天少 他说这个问题 其实是出在于比较的心态 当我们在比较时 通常很难感受到 自己已经获得的成就 这时很大的可能 会把比较的心理变成焦虑 进而影响你的情绪 虽然不可否认的 如果当比较的目的 是为了给自己增加行动的力量 那么向上的比较 也许可以让我们产生 积极正向的能量 从而提升得更快 进步得更明显 但事实上 大多的时候的比较 都是人比人气死人 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 作者说 大多的时候 我们其实没有比别人糟 可能只是比错了 因此我们要避免 在错误的比较中 以免让自己的快乐和幸福感 一点一滴的流失 彭凯平也提到 如果你真的要比较 那就调整比较的方向 选择向下比较 这将是一个方法 可以让自己感受到 已经获得的成就 而减少因为比较 产生的焦虑 我们也会更容易感到 快乐和幸福感 最后 作者孤立我每一个人 一个人的快乐和幸福感 其实并非源自于外在世界 如果能够养成固定运动的习惯 或是与人维持良好互动 帮助需要的人 这些都是能够让我们 感到快乐幸福的方法 亲爱的朋友 你是否也常常因着比较心态 而感到不快乐不幸福呢 故事中彭凯平教授提到 想要过得幸福快乐并不难 但却常常因着比较的心态 使快乐和幸福感 离我们越来越远 其实啊 幸福近在眼前 首先你要做的 就是停止比较 喜乐地做自己 常常对自己说 我没有比别人糟啊 欣赏自己的长处 而被羡慕他人 如此就能够活得精彩又快乐 在圣经里经常提到三种树 分别是橄榄树 无花果树和葡萄树 它们的特质都不一样 橄榄是要出油的 无花果树的 结的甜美果实 而葡萄树则是被做成 叫人欢乐的酒 这三种树都各自有着 过人的长处和优点 而这时如果橄榄树老是比较 心献别人 他也想出产美酒 但因为无法顺性 一定会很辛苦的 而且做不好也做不上来 上帝所创造的世界 需要橄榄油无花果 也需要葡萄美酒 但没有一棵树 既是橄榄树又是无花果树 因为这是上帝奇妙的安排 为了向我们各展所长 因此做自己才是最自然 最独特 最喜乐 也是最能发挥伸展的 亲爱的朋友 我们的存在绝不是偶然 都有上帝奇妙的安排和预备 而我们每一个人身上 也都有过人的长处 没有人能做别人 胜过于做自己 所以停止比较 试着不要去羡慕别人 更不要怨天尤人 而是努力发挥 上帝在我们身上的特质 用正面积极的态度来生活 如此 你必重拾快乐和幸福的感觉 并且活出最好版本的自己 上帝啊 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 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 亲爱的朋友 如果您喜欢这支影片 邀请您于YouTube频道搜寻 心灵蜜豆奶并按下订阅 领受更多祝福和生活的智慧 以上节目由中广流行网 罗娟大为主持的 早安Easy Go直播 欢宇电台 好家庭联播网联合播出 夏凯纳林良堂 祝福您有美好丰盛的生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